本章主要分享的是两条K线之间的关系 假设P来讲我们先假设一个空头 然后转成多头的时候 那如果这两条线的这个价钱的部分没有接近 叫带路 那如果说很远就要做跳空 那如果说假设P的这个线 已经插入的那个黑线里面的中间 叫切入 基本上是以1分之1算 那如果接近1分之1的话叫插入 那如果说假设P来讲已经过1分之1了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用终点线去做衡量 叫砍回 那如果说过终点线还往上跑 那就叫板回 那如果说在它的两线之间的话叫做运线 如果远超于它的上下底线的部分叫做负线 那如果直接跳空往上走 就叫跳空 那这种东西就是两条K线之间的关系 那基本上是以实体K线 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开盘价跟收盘价之间的关系 作为第一个主要衡量的基础 那当然也有人会从最高价跟最低下的想法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影线 上影线跟下影线的想法去做分隔 但是基本上来讲 各位一定要先懂的这几个 所谓两条K线之间的关系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宜 我是玩销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 谢谢 我们跟大家解释 cœur 好 ro